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有三种食物 最应该不吃 而很多人还在吃 甚至是正在吃 对身体的伤害太大了 看看是哪些食物了 第一种 存放时间过久的食物 从原来人们对好吃的渴望 总是把好吃的留到最后也省不得吃 到现在有了食物 没有吃完仍旧是有着节约的精神 常常食用储存过久的食物 如没有吃完的剩菜 放置了一天一夜 没有吃完 第二天 甚至是第三天还在食用 虽然有实验证明 剩菜当中的亚硝酸盐含量没有超标 远远低于国家对亚硝酸盐含量的标准 但是长时间剩的菜 我们不敢保证 有没有被细菌感染 另外 还有存放时间过久的粮食 如大米 土豆 白薯有发霉的情况 就以 经被对身体有害的物质黄蛆酥污染了 为了安全起见 就不能再食用了 第二种 野生的食物 野生的食物 有大树生长出来的木耳 或者路边出现的野蘑菇 俗话说 路边的野花 不要惨了 野蘑菇也是一样的 有的人不管是为了图个新鲜 还是为了省钱 采摘路边的食物 这些野生的食物 即使吃起来很美味 但是也不建议大家食用 因为毕竟是野生的 一方面 我们不知道里面有没有毒素的成分 吃了之后会不会中毒 另一方面 我们不知道这些食物 被墨被细菌污染 因此 为了健康考虑 还是尽量不吃为好 第三种 过敏的食物对于过敏 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有的人对花香味过敏 有的人对冷空气过敏 还有的人对某些食物过敏 在这些食物的刺激下 就会出现一些过敏反应 如起疹子 发热 拉肚子等情况 如果你知道自己对什么过敏 那么就不要食用了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对什么过敏 那么吃到某些食物 或者是碰到什么东西 感觉到不舒服 那么就要少接触了 此外 破敏体质的人 可以通过提高自身免疫力来调节 读每天做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的有氧运动 跳绳 跑步 游泳等 作者介绍 彭新瑞 国家三级公共领养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